为了了解花莲县环境卫生与清洁队管理业务 新政院环境部长来到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进行视察 而市长魏家业也表示 这次环保署升格为环保部以来 薛副长首次来到花莲走访基层单位 除了要感谢环境部的重视与关心 花莲市也将持续配合中央及县府政策 为推动环境永续而努力 环境部长薛副胜上任之后 第一次花莲视察行程 首先来到了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 查看垃圾车执行清洁作业的安全配备 安全护栏 还有资源回收分悬场设施及作业情形 市长魏家业全程陪同 除了感谢部长全国唯一来到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视察 他也强调施工所会落实配合中央政策 做好环境清洁任务之外 更要守护清洁队员的工作安全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争取一些相关的一些头盔 因为我们带着我们公安的一个头盔 可能在作业上 可能在操作上会比较辛苦 那刚刚也跟部长提出 是不是能够设置 专门为我们在清洁人员 在上班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头盔 那也要在这边家业也在跟部长反映 包括我们的垃圾车 那其实也已经非常久了 那在今年初在花莲市就车斗弹开的这个部分 那也希望说不管是在环境部或者是环保局 也希望能够争取相关的经费 来做车子的一个胎患 那也希望在清洁队员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大家把公安跟健康摆地 那也要感谢我们花莲医院 慈激医院门楼医院 那长期以来都关心我们清洁队员 部长薛富胜听取简报及意见之后表示 会妥善评估基层的建议 并给花莲更多的资源 推动示范园区成为全国的典范 他也提到环境部升格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资源循环再利用 花莲是以观光产业为主 他也希望可以透过宣导 鼓励民众落实回修 逐步达到零废弃的理想目标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